夜已经深了,范贤一个人站在剑坑的旁边,看着坑里那些密密麻麻,有如倒鼓,又有如直刺天穷树间的剑发呆,他此时站的位置,正好是先前王十三郎站的位置。 其实在李贤与四顾剑进行最后对话的时候,他就隐隐约约听见了十三郎无声的哭泣声,哭泣无声,其实还是有声。 当时的剑庐深处没有旁的人,四顾剑与范贤谈论的问题太过要紧,连剑童都被远远地驱到了远方,只留下十三郎守在屋外。 范贤明白,四顾剑以此来表达他的态度,他信任自己的关门诱途,范贤也信任十三,东一城的将来如何,要看十三郎和范贤之间的配合。 而四顾剑想让十三郎从这次对话之中了解更多的东西,范贤也希望十三郎能够从自己口述的霸道公爵中领悟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一次悄无声息,彼此默契于心地互相参想,只是王十三郎其实陷入黯然情绪不可自拔,也不知道究竟听进去了多少,领悟了多少。 剑颅弟子沉默地鱼贯而入屋内,范贤自然不会再进去,他不会自大到以为四顾剑真的会因为母亲的关系,这几面之缘就把自己当成世界上最重要最亲近的年轻人,愿意临死前还和一个庆尘待在一块。 大宗室临死的时候,当然愿意和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十三位弟子待在一起。 此时四顾剑应该是在屋内交代后事,这些后事里有许多事和范贤有关,或者说是东夷城必须配合范贤的事宜,范贤不方便偷听,叹了一口气,迈步向着剑颅外面走去。 不知道四顾剑的一命能不能压制住云芝兰的反弹,范贤也没有办法去确定这件事情。 走出剑颅门外,监察院的下属以及东夷城方面的理事官员迎了上来,面色各自不同沉重。 范贤摇了摇头,然后在众人的陪伴下向着山居上行去。 自己在等什么? 等着一代强人的陨落,等着一位大宗师离开这个世界时,天上滑落得一颗流星。 范贤坐在椅上,称河镜丝,剑颅四周重名剑起,挖名一声,清风明月,远处海风微诗微闲,吹得月影都模糊起来。 此时,他坐在山居林崖处的原畔,隔着那道石门,看着不远处脚下的草炉剑柱,任由月光照幅在自己的身上,平添几分与时令不合的含义。 草炉深处的淡淡灯光一直亮着,似乎是要永远地亮下去,临死的四顾剑应该还在和自己的弟子们做着最后的交代。 不知道这时候,炉内会不会有什么争执,有什么异动。 剑炉十三子,对于四顾剑的崇拜发自内心,想必没有人会敢欺世灭祖,但是云之蓝呢? 范贤眯着眼睛,看着草身处的淡淡灯光,忽然抬头看了一眼月亮,看着在天上划过一个长长轨迹的月痕,才发现自己在山居上枯作静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时辰, 夜已经深沉到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刻。 待他回首时,只见山居半腰的花圃内风洞花瓣,一个影子顺着月亮映照的角度,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范贤轻声问道,伤好了,为什么不在江南待着,非要回来? 影子站在石门的影子里,眼睛漠然地望着山下的草炉,说道,没有人知道我回来。 范贤一直担心,皇帝陛下会因为影子与四顾剑的关系,对陈平平生出疑心和杀意,所以强行把影子送回了江南,没有想到对方此时又突然出现在了东夷城。 不需要过多的私存,范贤便清楚影子此行来是为何,叹息说道,现在还恨他吗?影子沉默片刻后说道,恨。 不过,当剑刺入他胸中时,恨意已经炫泄了许多,只是有些事情我始终想不明白。 影子看着草炉里淡淡的灯光,说道,就算当年父亲对他淡薄,母亲对他颗粒,府内所有人折辱于他,可毕竟是他的亲人,为什么他都要杀了? 我呢?我是府里唯一一个视他为兄长的人,他为什么要连我都杀? 范贤望着他说道, 你没有死,不是吗? 影子身躯微微一震,很明显他的伤势并没有痊愈,体内的伤势让他的心神不如全圣石那般强悍。 他要死了,人都是要死的。 范贤坐在石门下,轻轻拍打着粗糙的石面,说道, 你这位大兄能够活这么久,已经令人惊骇莫名。 草剑炉身处的灯光极暗,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瘦弱的四顾剑已经从被子里坐了起来,洗了一次脸,重新梳理了一次头发, 冷漠的面容上重新浮起了一股令人不敢直视的威视。 剑炉手涂云之兰扶着师尊的臂膀,助他在床上坐好。 王十三郎将水盆端到室外,将污水清入了圣地剑坑之中, 然后回污,帮助大师兄将师尊扶住。 剑炉十三子,除了四顾剑身边的手涂幼涂之外, 其余的十一个徒弟全部跪在他前,面露七荣,有的眼角呕现尸痕。 四顾剑用轻战而冷漠的目光盯了老三老四一眼, 没有专门交代他们那件事情,轻声问道, 我先前说的话可记住了。 剑炉弟子叩首相应,谨遵师尊之命。 东夷城的后事便这样定了下来, 虽然剑炉弟子们从这几个月里的动静早已经猜测出了师尊的心意, 但是都没有想到,师尊居然会对范贤投注于如此大的赌注, 如此全面的支持。 只是此时众弟子心头迷惘有之,悲伤有之,恐惧有之,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在师尊的面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甚至连云之蓝都一直保持着沉默。 四顾剑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平缓, 脸上的情绪越来越淡, 越来越像没有受伤的那个喜怒无常不露于外的大宗室。 云之蓝在一旁扶着师府,心里空无一片, 知道这是回光返照, 一股难以抑止的悲伤感觉开始弥漫在屋里。 而十三郎或许是先前已经哭得够多了, 此时却格外平静。 什么时辰了? 四顾剑深深地呼吸了两次, 沙哑着声闻轻轻问道, 天快亮了。 云之蓝在一旁恭敬温和回道, 这一夜东夷城的遗言传递, 竟是整整耗了一夜时间, 也不知道四顾剑在双手把东夷城送出去之后, 究竟还不下了怎样的后手。 做任何事情, 一旦下定决心去做, 就要做到极致。 就像剑颅以后一样, 既然我选择了他, 您对他也就要做到极致的帮助, 既然是一场大赌, 就要把所有的本钱都压上去, 任何一次自我的问省与反复, 都是东夷城难以承受的痛苦, 你明白吗? 四顾剑坐在床上, 眼光自地上的弟子身上缓缓浮过, 最后落在了云之蓝的脸上。 云之蓝沉默许久, 点了点头。 四顾剑极为难得地微微一笑, 他太了解自己的大弟子了, 只要他答应了的事情, 一定会做下去。 扶我去山上看看, 天要亮了, 我想看看。 四顾剑的胸膛里, 忽然响起了不吉利的呵呵之声, 听上去就像是黄土之下, 鸣泉召唤的水声, 大宗师的脸色, 也开始展现出一种怪异的白。 云之蓝心中一痛, 扶紧了师傅甘寿的手臂, 另一边云之三郎 也扶住了四顾剑的另一只臂膀。 两位师兄弟对视一眼, 小心翼翼地把四顾剑从床上扶了下来。 跪在床下最前方的剑卢二弟子, 悉行于前, 用最快的速度扶住四顾剑的双脚, 替他穿好那双有些烂了的草鞋, 只是四顾剑卧床一跃有余, 毒素伤势全面爆发, 两双脚早已经肿了起来, 穿进草鞋之中, 竟能看到那些浮肿处 被草鞋的袋子勒成了一块块的痕迹。 四顾剑却像是没有任何感觉, 只是舒服地叹了一口气。 二弟子知道师尊的脚已经没知觉了, 轻轻抚摸了一下那双脚, 泪水便滴到了床前的石板地上。 月儿如沟, 剑药引于微灰天际之中, 东夷城上方的天空 大部分还是漆黑深蓝之色, 唯有东面露出余副之白。 在石门处枯作一夜的范贤 倍感疲惫, 揉着太阳雪, 让自己不要睡着。 忽然间他睁开双眼, 豁然起身, 看着草炉深处的灯光忽然熄灭, 知道东夷城的后事已经交代完了。 然而, 紧接着他看见了一幕, 令他很多年以后都深刻于新的场景。 远处穿着麻衣的四顾剑, 瘦血矮小的四顾剑, 在云之兰和王石三郎的搀扶下, 在剑庐所有弟子的陪护下, 出了草炉, 沿着草炉那道山径, 极为困难而又极为沉默, 甚至是肃穆地向着剑庐的后山行去。 影子站在范贤的身后, 也看到了这一幕, 沉默而没有言语。 隐隐约约间, 似乎能看见尤禁灯窟的四顾剑, 在弟子搀扶上山的过程中, 回头看了一眼, 那一眼便是看在了山居的石门处, 不知是在看计拖着东夷城将来的范贤, 还是代表了东夷城童年回忆的右地影子。 范贤与影子沉默地站在山门口, 看着那行队伍向山顶前行, 他们两个人站得笔直, 或许是想表示自己对这位大宗师的尊敬, 送别虚战颂, 双眼平视, 没有夹杂任何别的情绪。 大宗师的身躯瘦弱矮小, 在云之兰和王十三郎的扶持下, 竟是快要看不到了, 他身上的麻衣在尘封里漂浮着, 穿着草鞋的脚, 根本没有着地。 草路后方的山并不高, 离范贤二人所在的山门处是一整座山, 相隔并不远, 不一会儿时间, 见卢一行人便爬到了山顶。 东方海面上的朝日, 此时也跃出了宁静的海岸线, 爬了起来。 范贤眯眼望去, 只见人世间的第一道光线, 就这样穿越了海面, 穿越了东夷城里的民宅, 穿过了人间的气息, 穿过了青树的空隙, 照幅在了草庐后方的小山上, 照幅在东夷城建卢弟子们的身上, 照幅在了最前方那位瘦弱大宗师的面容之上。 大宗师脸上顿时泛出了一层淡淡的金光, 虽已至生命之末, 虽身躯疲弱瘦小, 却骤然间凌然于众生之上。 这不是剑意气势, 只是这个人的存在感觉。 范贤一眼望向山头, 在众人之中便只能看见他。 四顾见一脸平静, 站在小山崖畔, 任由微暖的熟悉的阳光, 从海那边打了过来。 他微微眯眼, 嗅着东夷城的空气, 嗅着此间的气息, 沉默地一言不发, 不知道心里是在想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在临死的一刻, 过往的历史, 过往的一切, 变成了大宗师脑海里的若干个画面, 伴随着朝阳的金光, 在他的眼前不停变换。 树下的蚂蚁, 蒙着黑布的朋友, 地里, 雨, 死人, 烧腑, 剑, 剑坑, 坑里的烂布和垃圾, 涂地, 涂地, 还是涂地, 又是剑, 大剑, 天剑, 一剑横于天下, 一剑护雄城, 城未破, 剑未断, 但人要死了。 四股剑眨了眨有些无神的双眼, 将朝阳里的幻觉驱出干净, 勉励地想站得更高一些, 看得更远一些, 看一看真实的东西, 脚却使不上进来, 眼光也有些模糊。 云之兰和王十三郎察觉到了师父的想法, 赶紧把他往上扶了扶。 四股剑忽然觉得自己的眼光清除了起来, 他看见了自己守护了数十年的东夷城, 看见到了城内生起来的炊烟, 看见了那些摆出早逝的忙碌商人, 看见了那些无形流动于城市市井间的财富金银, 看见到那些人快乐的笑容。 临死一刻, 他忽然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想看见这些, 所以他微微侧头, 看见了自己生活了很多年的草炉, 淡黄色的草炉, 在很多年前, 其实就只是一个破草屋而已, 他在这里生活了很久, 杀了很多人, 教了很多人, 很得意。 最后, 四股剑看见了东夷城外的那棵大青树, 在朝阳下, 这棵经历了东海无数风雨的大树, 依然健康而狂放地生长着, 庇护着树下经过的行人, 旅人, 商人, 世人, 真的是好大一棵树。 到哪里面皮我倒在那棵树之里面自己的风格, 然后的棵树, 后来就很可谓的风格, 所以我会是没关系的。 这棵树上的地原 Schutz, 虑你也想让这个阳格以为哪里有个孩子的。